MH-370 原标节,MH-370在建一团,将是飞行被排除,通信系统曾关闭后,又开启马航MH-370自是连五年以来,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人的心。 不为别的,只为上面再有152名中国同胞。 到目前为止,多国进行了联合搜救,但也没有很好的结果,不仅连追击地点和失事人员没有找到,就连失灵员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,唯一的收获,也仅仅只是三块小残骸。 近日,又有一则消息传出,称在MH-370彻底失踪之前,它的卫星系统曾经经济过关于又开启。 关于过程长达22分钟,随后通讯系统又被打开。 都知道,这种操作属于飞机不需要的操作,而且飞机在飞行状态时,卫星系统必须处于开启状态,用意与地面空管系统沟通。 但是为何MH-370会做出这一步寻常的举动? 之后有消息称,MH-370航班,在某国空管区内,可能遭到军方雷达的干扰,导致机组不得不关闭卫星系统。 民用客机在切断通信系统后,地面空管系统,虽然很难找到它的具体位置,但是军用雷区不同,是可以很轻松地监测到。 MH-370的这一举动,就推翻了之前的一个说法僵尸飞行,MH-370是因为飞机电力系统出了故障,机组人员无能为力,导致飞机自动飞行,直到燃料耗尽。 之后MH-370的一位失联乘客家属声称,他认为,飞机失联一定是被某国军方机落到,并给出了重要依据, 他称,直飞MH-370的是波音777型航班,该机型如此庞大的机体,不可能说消失就消失的。 而且MH-370在失联之前要经过7个军管区,就是说,至少是有7个国家的军方,是监测到过MH-370的。 但是,周边国家事后军车没有看到过该航班,以军用雷达的性能,这家大型客机经过了7个国家空管区,却没有一个监测到,这也太奇怪了吧。 随后,他还表示,军方之所以会选择干预这架航班,有两种可能,一是飞机上有人或者有东西导致飞机,注定不能正常降落,而是有人劫持飞机,妄图重演911事件。 不过,这位家属提供的信息,目前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。 由于官方透露出的调查结果矛盾重重,再加上有目击者称,看到过一架燃烧的飞机过天空,被记录这个说法,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追换和信任。 现在,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事情的真相,给所有人一个交代,给乘客家属一个交代,毕竟,他们才是MH370失联事件最大的受害者。 无论如何,在事情没有盖观定论之前,任何失联原因都是有可能的。 不能因为调查组的解散,就放弃对MH370的寻找。 叫我们话说,就是活腰见人,死腰见尸,中华民族的同胞,需要落叶归根,住,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文章未经授权禁止撰载。 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歌,多精彩内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